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未出道也是实至名归 私下的吴轩怡和孟美琪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比赛时 两人也一直鼓励对方 在吴轩怡登台比赛时 孟美琪就化身小迷媚 为姐妹疯狂打扣 轩怡输了之后 孟美琪也是满脸的难以接受 并且一直为吴轩怡加油打气 早前爆出孟美琪吸烟 她粉丝的洗白模式真的是非常让人吃惊 许多粉丝辩解道 抽烟怎么了 谁16岁不叛逆 女生就不能抽烟吗 如此回应真的是令人不适 虽然很多人喜欢孟美琪 即使不是死忠粉也是路人粉 但是她的粉丝在宣里的名声可是真的很差 每天都被骂毒瘤 吴轩怡劳记长辈教会 一直不忘初心 作为正能量偶像合理引导范轩 早年在韩国和近期都说了奶奶 告诉她要做好人这样的话 可想对长辈是多么尊重及爱护 这次孟美琪粉丝深知打头不如意 刷票却被被抓包 部分孟美琪粉丝 at无依上谈诅咒长辈 先有at则匡男依违法泄露 吴轩怡个人信息没有悔改 仍继续内含吴轩怡长辈 后有孟美琪大粉at闭眼吹毛球 带头内含长辈 并恶意伦伯扩散多条 这老爱又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这样的人身攻击已造成了极度恶劣的影响 半圈争执牵扯家人长辈 把老人家的话当作攻击讽刺的武器 我们坚决谴责这样的行为 大粉公开人身攻击吴轩怡奶奶 挤足了时间让两个独留大粉道歉 然而却并没有回应 对于这种没有理智的粉丝 不得不说败的全是偶像的好感 而尊重长辈是每个人基本的道德准则 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就不要在网上恶意评论了 先把九年义务上完再说 对此 网友们则表示 1.请梦美琪粉丝出来道歉 2.扒完身份证照还不够 现在又有粉丝直接RS买来 真是一群独留粉丝 3.梦美琪粉丝请道歉 不为别的 请尊重长辈 长辈都不尊重 那就别再饭圈混了 4.虽然我是梦美琪的粉 但是有些独为这样扯到家人 真的过分了 5.美仙粉表示很心痛 真的怕两个小姐姐 因为粉丝的事会变得很尴尬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 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发力吧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